中华官推动老厨修宣保障各位 专官已经有36间老厨修宣观港 希望在这民国10年之前建造完成 无文化主散新婚 但是有日子文化交代的老厨都在当代申请 特别是在这六港地区有买就老厨 面临投协危机 有企业家就不敢老厨消息 随其中处备到来能够进行守候 六港老家有买就真有日子交代的老厨 不过毛巾最老厨因为缺乏管理 并非人倒却危机 请像这两间老厨 就因为这样让当代企业家看不下去 全家里接到老厨买到来 能够花钱争收 我们陆港最著名的应该就文化 那很可惜的陆港很多房子都一直在拆掉 那事实上我把这个本来是几乎荒废的房子 我整个把它整修起来 然后我让它有经济的价值 我希望能够类似抛砖领域 让大家发现说老屋整修起来 不是只有好看而已 甚至还是有很大的经济性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老屋 苏西乡管建户案一百空八年开始 推动老厨收盛结尾 只要是民国十十年进前去好 有理事与文化隔壁的老厨 能够申请上官五十万的收盛保重 我们在这一波110年到113年 我们的历史在照着计划 那中央也有辅助了720万 我们这个部分资级线里面也筹了180万 那受理我们这个鹿港地区老屋的一个这个补助 那我们从108年到现在有修复了有36间的老屋来修缮 那我们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个万书房 从颓废的老屋一直变到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谷色骨色骨香的一个风貌 文化丘基础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36间的老厨 透过保障完成收盛 也有8间是处租自己开心整理 这44间老厨各发的性格 也透过这份中华老厨是说如性新资发表 来给大家分享性格 大厂新闻文中向六港 彩虹不得 谢谢大家